各位好 欢迎加入9月15号星期天 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头条焦点带您看到的是 后天就是中秋节 那今年台湾是没有中秋廉假的 但是同样有过中秋习俗的国度南韩 他们今年却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只是这段时间万一想要看医生的话 南韩民众可能要多花一点钱了 当地的卫生部门就宣布 南韩民众中秋节假期期间 到医院看病或者到药店取药的话 这个费用将比平常上涨三到五成 急诊的话甚至还要是两倍收费 原因是跟着南韩医师不满 医学院扩招脱离不了关系 由于南韩的医生不满 医学院扩招发起了罢工请辞案 从二月延烧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导致当前南韩的医疗量能是严重的不足 八千家的医院还有当地的诊所 将在假期期间开放 那同时这段期间的看诊费用会加收 那适用在星期六还有夜间 以及公休日的诊疗 目的呢就是要奖励医院人员 在廉假期间的辛劳 另外这几天比喻奔命的还有救灾人员 摩羯台风日前呢是侵袭东南亚 缅甸受灾相当的严重 影响了二十多万人 军政府是很罕见的 请求外国来进行协助 最新消息是 明天国家电视台报导就说到了 摩羯台风酿成七十多人死亡 八十九人失踪 死亡人数呢是前一天公布的两倍多 街道变成汪洋一片 军方表示和部分地区失去联系当中 再加上有国际媒体引述联合国官员的说法提到 因为电信封锁的关系 搜集灾情的资讯相当困难 因此外界担心 缅甸实际伤亡人数恐怕会更多 也跟台风有关 今年编号第十三号台风 也就是中台被毙加 从路径图来看到 上午这段时间 它已经进入到东海了 预计会扑向长江口 今天晚间到民间将会对 长江三角洲构成严重的威胁 而就在不久之前 昨天晚间被毙加台风 已经在日本的燕美 以及西南群岛带来了暴风雨 不过日本的天气变化实在是蛮大的 因为从关东到九州地区 多数地区这几天 天气都面临酷暑的考验 东京甚至有可能出现 有记录以来最晚的猛暑日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被毙加值扑日本 为鹿尔岛县严美地区与西南群岛 带来猛烈风势 不只强风雨势也十分惊人 一小时出现84毫米的豪雨 总降雨量接近300毫米 是九月平均降雨量的80% 虽然台风已经转向 但气消运报员还是呼吁民众 不可以少看雨势 台风本体による雨のピークは 明日の朝までとなりそうですが 台风からの湿った空気が入る 九州や四国の太平洋側では 明日の日中にかけても 雨の強い状態が続きそうです 但与此同时 从关东到九州的多数地区 却出现反常酷暑 福岡县太宰府市 今年已经有56天 观测到超过摄氏35度的猛暑日 刷新观测史记录 福岡县各地也在14号 观测到统计史上最晚出现的猛暑日 气象庭指出目前全国被暖空气笼罩 酷暑将至少维持到19号 到10月前气温都会比往常来得高 预防中暑的措施 依旧不可少 戴来新闻 综合編译 防患于蔚然高雄大辽区公所 邀请慈激志工来进行 防災还有救災经验分享 府惠隔屏 封災时安顿災民的力气 引发强烈好奇 欢迎 因为它很好收纳 对 对 我们开来进行 外套行设上面 可以让行地顺居 搞啊 或是从行地 做一个这个房间主要的固定 这些都是在房间 谁让自己做的东西 有我们的连天环几站的协助 可以把災害降低 那我可能会找一两个社区出来 让他们的当地志工就培训 24位里长 协同五个社区发展协会和工作人员 交流栽访经验 强化社区任性 每包冰块15公斤重 一人斑 里头也赶忙伸出大水桶 挺进工厂大火现场 封锁县内唯一临时关怀站 物资一应俱全 那这些物资就是有 有拼牛奶 放缺水 还有咖啡 还有一些拼的运动饮料 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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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机车四处不惑 爱心不断催 因为现场还有余火 所以大两会期的团队就一直在那边 消防队也说对了 我们自动才离开 社区关怀动员更不忘长者居家防护 两座室 马桶 植华店 对象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 现独居还有两老虾衣 隔代教养的家庭 还有伸脏失能者 公部门 私部门 解密携手 巩固邻里安全 大约新闻 珍珊美之工 黄淑珍 林锦和 陈玉清 杨文华 高雄报道 守护邻里更要守护大环境 台中坦子这位环保志工 他退休之后请做环保 之前不小心腰椎骨折 也挂心着环保 坦子环保站里回收物堆得满满满 环保菩萨只得更认真 分类动作没停过 拼速度加快做 统一由苏阿仁负责 把大家分类好的回收物搬走回位 一天走两个多小时 两个三个小时 都没有炒热 对啊 来来回回走不停 加上搬运回收物 体力消耗大 衣服总是湿透 日前不慎跌坐倒地 腰椎骨折 骨头已经稍微就很裂开了 那医生也是教我说 尽量把我搬中 我就在家又闲不下来 他都说好好好 你跟他要求说要做什么 好 他没有说不好的 什么都说好 苏阿仁是好好先生 其实在家也是如此 因为太太身体不好 很多家事一肩扛 我喜欢干净 因为这个 人家说阿里阿渣 我就看起来 我就不舒服 除了做家事 以前帮忙带孙子 换尿布 苏阿仁也自己来 都是他带 我只是弄给他吃 因为我没有体力 带小孙很辛苦 结婚多年 夫妻俩难免意见不合 但对环保付出 看法相同 我觉得你去做 做得很快的 你就去 回去支持他去 人家在这个世上 要 再多久不晓得 对不对 尽量做 做到我没有能力 没来 没有力量 大新闻 黄自领旺光辉 台中报道 做慈祭 让人变得很有力量的 还有这一位 印尼慈祭志工 温瑞瑞 2015年 他受证之后 慢慢改变 五光十色的生活习惯 他一同孩子 一起做环保 他要用身教 来影响下一代 一起来看到 带着女儿在家做回收 并告诉她 做环保会对地球 带来什么好处 这是慈祭志工温瑞瑞 每天不可少的亲子时光 他认为身教很重要 我们在家里 可以自己做回收 可以做回收 所以后来到家里 或在家里 在家里 他们已经比较快 要做回收 43岁的他 其实早在2002年 还住在明兰时 就已认识慈祭 但总是徘徊在 慈祭大家庭的门外 很久 所以生活很快 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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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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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因为当时年轻 晚心重 道心也不够坚定 才始终没敢踏进 慈祭大家庭 但2015年 受政成为慈祭志工后 他不仅改掉之前的习气 也勇于承担 干部的任务 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他这几年 在慈祭 行菩萨道的收获 期待这股善的影响力 也能慢慢 扩散到社区 带动更多人 一起加入 爱的队伍 大爱新闻 蔡立文 杰菲尔 拉登印尼报道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我爸爸辛苦地赚钱 将我抚养到这么大 而我妈妈辛苦地生下我 让我体验到了母爱的光辉 然后也要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 教会了我不会的知识 还让我认识了许多同学 也让我考上了梦想中的学校 接下来提供您的是医药方面的消息 要关心这项隐形的健康杀手 那就是牙周病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超过八成的台湾民众 都有牙周病的困扰 其中超过一半 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牙医师提醒了 如果忽视我们的口腔健康 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疾病 甚至会老得更快 这关键点就在于说 我们的咀嚼肌使用的不平均 因此外观的脸就会歪斜 那么还会歪斜得很明显 变成了加速老化的主要原因 甚至还有失智的风险 高龄86岁的阿梅阿嬷 过去因为口腔状况不佳 牙龈微缩 长时间无法正常饮食 所以格外注重口腔健康 不少人也有牙龈问题 要注意可能是牙周病前兆 根据卫福部统计 在台湾有超过八成的人 受到牙周病困扰 五十岁以上更是 耗发的年龄层 牙周病是由细菌感染 导致的慢性发炎 研究也证实牙周病患者 失智几率高出七成 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耳鸣 这些的都渐渐的有很多的报道 以及研究 在指出这两者的相关性 可以观察自己的牙龈颜色 是否变红 刷牙流血 口臭等 及早发现口腔问题 下排刷毛往下 内外都一样 那如果是刷到上排 就会变成刷毛往上 一样刷到牙齿跟肉交接的地方 正确的刷的方式 再配合一些缝的清洁工具 像是牙线 牙线棒或牙尖刷 牙周病不仅影响咀嚼 同时外观也会发生改变 使身体机能与生活社交出现问题 加速老化发生 正确的刷牙习惯 定期检查 才能保有健康口腔 大海新闻 黄晓晴 邓映中 台北报导 牙周病竟然会引发失智的风险 但是失智牵扯的原因很广泛的 接下来立足台湾拓展古迹事业 延续失智的话题 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 彭欣怡 武安 有没有人以为 失智是年长的人才有 而失智也是年纪大了之后 无法避免的问题呢 其实65岁以下的人 有3%有失智风险 但是45%的失智风险 却是可以预防的 这个是最新数据 从2017年一直到2024年 国际权威杂志刺鸽 不断的更新研究结果 可以看到的是 可以预防的失智风险 在提高当中 而且从35%到45% 其中可以控制的 这个风险因素 也从9个增加到14个 特别注意到 在过去的4年研究当中呢 新增的2个风险因素 分别是高胆固醇跟视力不佳 因为这个部分呢 高胆固醇会让血管阻塞 进一步影响大脑血液供应 不但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也可能提高失智的发生几率 那么视力下降呢 除了让生活变得不方便之外 还可能因为社交活动减少 让大脑得不到足够的刺激 结果就加速的大脑退化 另外两份研究呢 有一个重大改变 就是要我们注意 中年才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时期 像是吸烟 忧郁 糖尿病跟缺乏运动 今年其实已经从 原本老年该注意 变成了中年就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同时也不要再以为 老化是缓慢的过程 因为老化关键期就在 44岁跟60岁 当我们到了44岁的时候呢 身体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血管健康 还有代谢方面的问题 这些都会增加 心血管疾病跟失智风险 因为高血压 高血糖跟高胆固醇 这些指标其实在中年的时候就开始波动了 所以中年人要开始定期渐渐 同时每个星期要做150分钟到300分钟的这个高强度有氧运动 再来就是加上每个星期还要有两天的激励训练 那么持续的阅读跟参加新的活动以及学习新的技能 这些还有再加上保持心情愉快 不吸烟都很重要 到了60岁的时候呢 因为老化会再次的加速 尤其是免疫系统跟代谢功能都会变弱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 因为代谢功能的退化 很可能就会导致糖尿病 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增加 而这些变化其实就影响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 当然也会影响了大脑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 所以晚年的健康监测跟管理还是不能放松哦 甚至要特别注意避免社交孤立跟视力不佳 这些问题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同时也会加速大脑的退化 所以不管是跟家人朋友定期的见面 或者是说参加社区活动 都可以帮助长者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特别是当视力下降的时候 不但会影响到这个行动不方便之外 也会减少大脑刺激 因此定期的检查视力跟矫正也很重要 看到这里其实预防失智 关键就在于改变生活习惯 研究告诉我们实质不是不能改变的命运 其实很多风险都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提早开始行动 让我们在老年时还有活力满满的健康大脑 以上就是心仪带你看世界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好的 谢谢心仪 接下来看到的是守护人们健康的一群人 2024国际慈祭仁衣年会 今天上午是盛大开年了 今年的主题是回蒙临世 唯爱不变 来自全球15个国家地区 300多位的学员是齐聚在花莲的禁思堂 要用三天的时间彼此交流医疗新知 而回顾过去的新一点滴 他们要用不变的爱心 持续推动全球医疗的人道服务 气势磅礴的大鼓为2024国际慈祭仁衣会年会揭开序幕 今年由台中慈祭院主办 院长检手信与十二维医师带来的震撼演出 是看影典礼的一大亮点 接着为大家介绍菲律宾的科贤智医师 菲律宾的菩萨你们在哪边 来自全球15个国家地区 327位学员齐聚花莲禁思堂 除了交流医疗新知 也分享深入暗角的人医之爱 我们人医会已经20几个年头了 接近30年 我们看了过去 展望未来 唯一不变的就是爱 我是8月12日 尤贵医院林北江医师 拍刀切除大肠肿瘤的病患 台中慈苑林北江医师 主动关怀入世病患 医病故事运用AI生成影片 呼应了今年的主题 回眸凝视为爱不变 爱它怎么翻译就是AI 在词剂里面 我们看到医师包红包给病人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 而它不让人家知道 紧密连结的人医网络 共同努力拯救生命 以不变的爱心 持续推动全球健康 在新闻黄瑞娟中江坡花莲报导 人医年会在上午开营之后 第一堂的分享 是由斗六慈激医院的院长 简瑞腾 他回顾五年前 跟台湾的人医会 团队到柬埔寨议整的典堤 三天服务了将近六千人次 而当地的慈激志工 谢明勋也现身在课程当中 用实际的行动 来感恩人医会的付出 斗六慈激医院院长简瑞腾 上台分享 他说2019年第一次踏上柬埔寨 就是来议诊 当时他为一位妇人的手指头开刀 解决他多年的苦恼 基建里面造成的一个纤维流 外来物引起一个纤维流 长期在那边两三年 所以越来越大越来越硬 所以造成 你看这个拿掉之后 基建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以后他应该就可以活动自如 当地医疗资源缺乏 议诊就地取材 客难完成 我们手术组合床 这个是非常简陋 非常客难 非常就地取材 我们就用组合式的桌子 组成我们的开劳房 三天仁义团队完成近六千人次的议诊 我们医疗的不只是医术 还有我们的人文 我们对医病人的那种态度 居民紧张的或是痛 他们都会抓 不知道要抓什么 大医王都会把手伸 医护人员伸手给他 有一个依靠 最最高兴的就是看到我们的 来寻求医疗协助的一些病患 或者民众露出他们白白的牙齿 然后眯着眼睛 然后张大人嘴巴笑得非常开怀 这是我们所有的TMA的members 最感动的一刻 人议会柬埔寨议诊每年都会进行 2024年11月又到了议诊时间 这是人议会和民众永恒的约定 大爱新闻 郭记忠江丽君 花莲报导 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 首先北部地区包含新竹跟苗栗 都是多云时勤的天气 最高温来到了35度 低温是30度 降雨几率10% 中部地区也是多云时勤到阴天的天气 最高温34度 低温是30度 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勤的天气 降雨几率最高20% 至于东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最高温33度 低温29度 离岛部分最高温33度 低温是29度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Quincy